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接下来可能应用篇 但因为理论 我觉得是不是我们跳一个方式 我们是不是先把后继也念完 因为这也是属于 感觉上我的感受的一部分 然后这些讲完 我们再来谈那个应用 也就是我们按推原始点的应用 好 那我们先来把后继念完 请莉莉来念一下 后继 我此生最大的心愿 就是研发并完善原始点医学 贡献给全人类 造福子孙后代 人们打算从地生之力完成这本医书 想不到在夜以继日的努力 及众多善缘的帮助下 只用了十二载功夫 在尔顺之年 这本医书就已趋近我心目中的圆满境界 我自信这本医书可以流传久远 所以趁再版之际 对此中因缘做个交代 原始点是2003年 在我内人 失熟针 因乳癌经中西医治疗都无效 仍已入住安宁病房 只求好死的情况下 为了缓解他的疼痛 彻底抛开中西医学 一切归零 直接从内人身上点点滴滴 开始研发的 这些过程 在我讲座视频中 有详细交代 各种甘苦 不再赘述 可以说 没有内人的这场大病 就不会有原始点的研发 所以 原始点 是用它的生命 换来的 早期发现大大小小的开关 有十几处 经过对比 山泰小开关 做最大限度的精简 最后归纳为一条脊椎 与七处原始点 并总结出每一处原始点 涵盖范围的规律 由于每一处原始点的位置 皆许找遍患者全身 且经很多案例 反复验证 才能归纳出来 所以 每日细心钻研 足足花了五年才完成 至于按推技巧 也是从患者的感受中 不断加以改进 完善的 对于体力虚弱的 危急重病患者 通过观察发现 若只用按推 及万年热源 是不够的 还要在生活中 配合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及良好心态 才能起到因变果转 恢复健康的目的 所以 这本艺书 是放空之鉴 如实观察归纳 完全以人为本 以病为师 而写的 由于原始点的效果显著 深受大众喜爱 故在研发尚未完善之前 就已有很多邀约演讲 但自己擅长临床 却着于表达 更不善写作 为了使民众容易明白 只好强迫自己 编写教材 于是 在2006年 就有了这本 医书的出版 早期 此处内容 基本就是操作指南 没有什么理论 只需具足信心 老老实实照着去做 就可以解决很多疾病 然而随着接触的人越来越多 我发现 患者太依赖现有的医疗 一直轻无本身的自愈力 造成往外追求打针 吃药的多 肯内求自我调薪 运动的少 因此 如何让民众了解 从日常生活中 去改善体质 增强体力 自愈力 才是健康长寿之道 就变得非常迫切了 因为事关无数民众的健康 与生命 深感责任重大 所以 字字推敲 句句斟酌 百遍 千遍 不厌其烦 要求既要通俗易懂 又要简明讹药 且唯恐表达不如实 不圆满 因此 所有文字的背后 还要有实证案例的支持 期间 常常为了改动几个字词 以做就是几个小时 直到文以达意 或为了阐明一个观念 苦思多月 最后 才破茧而出 虽然如此努力 整个架构及内容 已略据雏形 但离心中的圆满境界 还有一段落差 为了弥补落差 追求圆满 此处才会一板 又一板地修订 在推广原始点的过程中 基金会 不断收到世界各地 寄来的各种案例 使原始点保健疗法 获得更全面的验证 与充实 还有很多原始点爱好者的 建言与提问 他们分享的成功与失败 都让我反思 都让我反思审视此处的不足之处 而加以改进 才会有今天的成功与失败的成功与失败 所以原始点医学的研发 不仅看清生老病死的现象 还找出解决疾病 及延长生命的方法 原始点医学 得来是如此的不易 希望大家能珍惜 同时希望所有推广原始点的人 能够坚持公益服务 事病如亲 为社会注入一股清流 存善愿 献爱心 给民众多一份温暖 通过人与人之间 互相关爱 自立 利他 以解决人类所有病苦 这也正是我研发原始点的初衷 大家之所以发心推广原始点 是为帮助病人 利益众生 既然如此 就该虚心学习 深入此法 才能提升能力 顾好自己的身体 圆满自己的发心 再者 原始点 是以病为师 所以 与其说是帮助病人 利益众生 不如说是学习尊师重道 与成就自己的无私奉献 总之 原始点医学的诞生 是医界的一大事因缘 此生何其有幸 能参与其中 贡献心力 我心怀感恩 是人间后若能因此受益 我这一生就没有白来了 张昭汉 这一篇后记应该在几年前就写成 后来丹音栏也有稍作修改 今年也有在某一段落稍作修改 跟十六版稍有一点不一样 但大致内容都还是原来写的 那从这里的叙述也可以看出来 我说我们从第一段看 我说这里是在我的耳顺之年 就是当然我最大的心愿是把这一本书完成了 那这么多年来 几乎就是以改书为主 虽然我自己文笔非常差 我自己最不满意自己的 当然就是文字方面 但是一直想把它写好 这个也花了我很多的时间跟力气 还好这一本我还是要提起 当修在写的过程中 初稿 我当修早期还有跟赖宗文 赖宗文在帮忙我 就是有做了这些初稿的一些写法 那后来因为他离开了之后 他当修后我是把我的一些感受 讲出来 那他帮我来写 那最后他离开了 我发现很多到后来的一些事情 一些演变还有原始点的突破啊 种种啊 很多发现还是要重新载您 所以这一次从初稿 到我十六版出来 其实已经改了好多次了 那这一次在 因为这一本原始点一书 这一版再出来 应该很快会出来 我不再称为第几版 这一版我是希望能够做一个总结 也就是称为完整版 所以对于里面的内容就特别 呃 再仔细的再看一遍 大致也没什么好改 但这里把我很多的心情 早期的心情 是有写出来 然后再加上我的感受 所以这一本 这后继这一篇 确实也是花了很多次 来来回回 那这里提的哦 我在尔顺诗年 你们现在看到文字的 就是只用了十二载功夫 那如果这样来推 这里写这几个字是在2018年 甚至之前 那我尔顺之年就是六十岁嘛 我今年已经 如果去年是六十二 那我今年就已经六十三了 那应该是两三年前写的 那两三年前跟现在 很多原始点的突破 是最大的关键 就是在这几年 所以当时候你看我还写说 这本一书已趋近 我心目中的圆满境界 事实上我在2018年 感觉好像 已经写到终点站了 也不知道还要写什么 那时候还好 就是自己感觉 已经遇到瓶颈 不过还是发生了一个案例 让我心痛不已 一个患者没有 就是没有救起来 让我很沉痛 真的是刻骨铭心啊 然后从这里 就觉得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自己也开始反思 那这些原始点发展到2018年 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还不能把直达体伤 也就是热源的使用 还是停留在有一点像传统的中医 就是喝喝中药啊这一类 那像大面积的涂在身上 还有灌肠啊 喷鼻啊洗眼 这一类的 几乎是在2018年 也就是这个失败案例之后 才慢慢提出来的 所以 现在再来看这一段文字 也是满感伤的 原始点 它毕竟不是一路走来都满顺遂的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页 这里 这一本书我是满有期待 所以我也认为它应该 将来 在我写这一本书的时候 我认为它绝对可以流传久远 因为我写这一本书的态度 是很严谨的 我是希望说 即便我现在写出来 大家还不一定能完全理解我 但也没关系 以后 数十年后 百年后 一定有人看了这一本书会收益 我就是抱着这一本书 以后要给百年后 千年后还能 让人家看到还能收益的心情来写的 所以才会自自斟酌啊 记记思考 我才会用这种心情 然后夜以继日 来把我内心的很多感受 还有经过沉淀之后 所归纳出来 来把它写出来 好 我们来看下面 当然它这里从开始写 就提到我内人的事情 你看那时候2003年 他已经进入安宁病房了 那在进入安宁病房之前 他就 也就是从2002还是2001 现在记忆也有一点模糊 还要看我原来前面写的 那那时候你看现在已经2021年 也将近有18年 所以这本医书 一看差不多也将近20年了 那从他的 进入安宁病房开始学 其实原始点就在这里开始研发的 那最后找出一条脊椎疾七处 好 我们看下一页 那这些他早期我在演讲 本来一直不想讲我太太的故事 但早期他们说 原始点它是有血有落的 是从我的感情 我深爱我太太的情况下来写的 所以才会 他们要求我 每一场演讲最好还是把前言 都讲一下 所以几乎这些过程中 我在早期的视频中都有 所以在写这些 我就觉得就是把它淡化 尽量把理说清楚 本来是这样想 但是在大家的要求下 有时候还是会提到 那很明显 原始点没有 因为我内人的关系 是不可能诞生的 我早期的日子过得还不错 因为考上中医师 生活也安定 然后好像孩子方面又有我太太照顾 整个家看起来都不错 但是也是一场病 把我整个计划 还有我们的家庭 整个都打乱了 那原始点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 不得不说 这个跟他的生病是有关的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 他让我成长了 虽然让我刻骨铭心的痛 但也让我从中 跳脱出过去所学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常常讲一句话 如果一个医师 没有经历生死 然后他就从 以前这样读下来 然后就用在患者身上 他是不可能 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医师 这个我感受很深啊 为什么 你看最近早期 因为我也有一些人家来访问我 然后他们也在探讨 就是原始点医学 然后我就把这个过程讲完 那讲完了 我把它如何应用 如何解决疾病的方式都跟他们讲 然后这些访问的杂志 常常又会去访问 就是访问一些中医师或是西医 叫他们来 以他们医学的专业角度来评论一下 原始点 然后他们讲出来的话 常常是 很多是 我认为啦很多就是 他们对原始点所知有限的情况下 然后他们又觉得我就是医师 人家来说 我来评论原始点 好一点的就会说 当然啊 按推按摩嘛 也有对身体有一点帮助嘛 那喝姜汤如果 这个要小心啊 如果体质太热的人 可能会有照火啊 这个就要小心 所以原始点他当保养可以 不大可能能治病 你看 一个中医师他就能够 这样讲 做了这样的评论书来 那我也不可以啦 只是说 很多人在批判一个学问 你看我已经花了将近20年 然后每一刻都在生死中 也就是这些画面 都是经历生死 都是刻骨铭心的痛 然后我才慢慢 一点一滴这样做出来之后 才写出来 但是他们没有经历过 却很容易的 就做出这样的决定来 结论来 这个有一点一样 但好像这个就是一般的医师 那我为什么我 难道我本身是中医师 我会对中医师的这些理论不清楚吗 然后我为什么离开了 过去 然后 全力投入原始点 我最后的结论 我竟然还是把书本上写成原始点医学 如果不是为了 把这些 人们最痛苦的生老病死解决 我还有什么动力来写这一本书呢 那要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 你不是医学你怎么能完成呢 很明显的嘛 所以我才说喔 从我一个经历 然后早期也有很多人劝我 不要 不要就是一定要解决什么癌肿瘤啊 什么大病啊 你就好好搞医师就好了嘛 这些很多人太太也生病了 但他们当医师也没有 一定要去解决这些问题嘛 你也不需要 但我觉得如果我没有解决 以后我还有颜面 再来当医生 再来帮助别人吗 我自己的人都救不活了 我能这样做吗 所以这时候自己对人生的整个价值观 我是起了很大的冲突了 活下去的意义在哪里 我不断告诉我自己 这个问题 比我要不要当医师还要重要 所以经过了这样的刻骨铭心的经历过 我觉得 我一定要追求真正医学的真相 也就是我认为追求真理 比当 比去跟大家一起去当医师 这样来求一个生活的安定 我认为更有意义 所以这也是我应该说 这几年来跟别人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坚持 我认为坚持对的就一定要做 不管万人所指啊 就是人家说万人所指无极而终 很多人在批判你的时候 你是否还能够坚定下来 这一点今天跟各位在分享原始点 我可以挺起腰杆跟各位讲 我做到了 不管过去过程中有多少人对原始点的误解 甚至批判 我都挺过来了 那该写的也写了 所以这一本书 也到了 该完整的出书的时候了 所以真的从一开始没有想到我太太 这一场病换来的 是我人生后半段的一个大转变 真的是死料未及啊 但我相信这一个过程中 也是我人生最大的对变跟成长 好 我们来看下一页 这些前面都有介绍了 就是我前后经历五年 把所有的开关找出来 我们继续看下面 下一页 那各位可能 淡淡的一句话 五年真的那么容易找出来吗 其实很难 难就难在于 那个开关啊 你到底找出来的 因为全身都有压痛点 不是只有一条脊椎脊七处啊 那什么是大开关 什么是小开关 然后这个大开关找出来了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应用 这些都要反复去验证 所以中间的辛苦 可能不是大家能体会的 而且说实在 那时候我太太 在安宁病房随时都要走 我似乎是在跟时间赛跑 所以几乎 连有时候连睡觉都在想 这些开关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夜已即日 不断地在揣摩 然后遇到患者就把它留置下来 看能不能更多来印证 这些都是背后的事啊 当然很多人看到 我这样五年把一条脊椎归纳 好像也没有什么难吧 就是一条脊椎跟七处 其实我只能说不容易啊 如果容易的话你看 从皇帝内经两千多年来 十四条经络 三四百个蟹位 有谁可以把它拆开 拆成一条脊椎七处 然后把所有的蟹位 都改成压痛点 也就是阿斯蟹 而且我只能说太难了 但如果不是因为我太太 我因为太爱她了 爱从私人的爱到最后 全力的投入 在最后把这个小爱 化成比较大的爱 我认为那所有人都 可能跟我太太的命运一样 那我研发出来 将来一定可以利益到 更多像我太太这样的人 那我这样的投入自然就有意义 所以也就是让我 好像很心甘情愿 而且很愿意的 来做这一件事 所以一做就是说 做到你看 从我太太这样生病 2003年进入安宁病房 到现在2021年 也十八年了 就是如同我一开始的发心 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一件事吧 就是做原始点 我现在回头再来看 我这一句话应该我是 我也做到了 我还在做这一件事 还正在完善它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页 那这些按推技巧 早期的都是为了要让患者 能够得到更快速的好转 而研发的 看下一页 那这一页提的就是 原始点也遇到一些瓶颈 就是遇到危急重病的时候 光一条脊椎七处是解决不了 光早期的生汤 还有后来的外热源 软贴红豆袋怎样 还是解决不了 发现到 重病患者已经出现 显像或命危的时候 他还要 配合运动 休息 还有良好心态 如果这些做不到 你光按推 光按推内外热源 中将失败 我在重病处理都有提到 所以这是不够的 所以把特别这些都写出来 那这样才能够完整 那也是因为这样做出来的体悟 其实重病处理写的就是这些 而写的更细一点 就是一点一滴的把它 这样造化出来之后 让后来的人在学原始点 会更容易更简单 好 我们看下面 所以很清楚的 他一路在做 然后完全是以人为本 以病为师的心情来写 那病人有什么反应 我不会执着我自己的意见 我就如实表达 所以这一本书最大 我认为最大的特色是 如实表达 不加进我个人的意见 我观察出什么 我就把这些观察的 一点一滴这样表达出来 所以原始点他不需要 有太多的过去的经验理论 所以很多人说 那我因为就是中医师 所以才今天能写出这一本书 不对的 如果不是 我当时候 我已经把什么 中医的所有的 之间完全放空了 怎么还说 我是因为中医师才写出 那如果这样说 中医师 几千年来不乏太多的中医师 他们早就应该写出 好几本原始点医学的书 出来才对啊 所以原始点真正做到了 就是完全放空之间 从零开始 你知道从零开始 是什么一个感觉呢 就是你这时候 你自己觉得自己愚笨的不行 因为你什么都没有了 那只能从患者身上找 然后患者跟你讲的 你一定要铭记在心 然后去把它慢慢一点一滴的归类 是这样的心情 这样的心情你还有什么 像以前当医师的 你还有什么骄傲呢 你还以为你是医师啊 你还可以帮助很多人 没有了 现在是病人在帮助我 理解什么叫疾病 所以这时候的我已经变得 懂得更谦虚了 原来真正能告诉我答案的 就是患者 而不是你写的书 这也是我的体悟吧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 我想看下来 我是你和我会 我来看 我来看的 我来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